给他们 给他们是爱情的成熟 去给他们 这就是反映到 当我们每次犯罪都出化耶稣的时候 其实耶稣都会跟我们说 我就是 让我们看回耶稣给我们那份爱 当我们看到那份爱的时候 就会回头 如果想做错的时候 都会有勇气 不要再做 或者做完事 比拉多 其实还没去到比拉多 是去到哪里 去到 去到 跟着就拉了去 当时阿纳斯大师 跟着就是 那时候 在对话之中 他的面被人打 就是他答了一句 在上面那一句 就是打他 打他的面 所以在面部上 看到耶稣的面 整个面 都有很多伤痕的面 那个眼 那个眼 是肿到 几乎三百座 就是被人打 就是打到肿到三百座 面里很多地方被人打 就是没说过次官主 只是二本身 那时候在那里被人打 他是被一群暴徒 去处置 不是现在 警察拉 很简单 就是一群 是任 那些暴徒 任他们 如何去处置 打哪里最同 都是打个面 我应该是打个面 而且打的面 是到处地打的 而且整晚是被人打的 那这里 就回到以前那里了 到比喻多 先讲完这两个 就是 继续在扣留那时候 那时候整个晚上 整个晚上扣留那时候 一直被人打 蒙着面 打完是谁打你 一整晚都被人打 那我们试想 如果你有一次去到 去到一些 一些坏人 一大群坏人 被丹林为主 一直被人打一整晚 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到 过程就是这样 那当然那些是不合法 就是现在买到纸 可以这样 但是当时是任那 所以看到那个面 那些伤人很多 耶稣他什么时候被人打 他说完之后被人打 他说的说话 其实是圣验 而且还打了耳朵 就是耳朵 其实那个口和耳朵 都是连着给我们 一个恩宠 但是当我们每次犯罪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偏偏 动个口和耳朵 耳朵听一些不好的东西 听一些谣言 听一些是非 甚至听完之后 就是我很好奇的听 如果听到教党 特意听 特意很好奇的听 听完之后 不想那样是真定 也不想当时是怎样 还会继续讲 所以不是被你说的 那是很惨的 这些都是罪恶 所以耶稣的口 面 耳朵 给人打 他愿意为这些 我们用口 用耳朵 我们不官犯罪 他愿意受这个痛苦 用完眼耳口鼻之后 继续就是比拉多 比拉多都好像是想公道的 他不是想做一个软禁套来 所以他也是财 所以他就说 在这个人身上 财不出罪障 是财不出的 这个就好像是 我们平时犯罪的一个过程 我们犯罪的时候 不是一犯就犯虑 而是都想做一个公正 比拉多是想做一个公正 但是 但是做不到 慢慢会做 我们平时 其实 当我自己每一次犯罪的时候 其实是知道的 可能用到其他理由去解释 也会是这样的 那 白多禄 什么时候 我又会哭呢 那时候耶稣转身 我看他 他就哭了 那就是 其实 当我们每一次 包括 应该做的好事 不做 应该做的好事 不做的那些事 这些缺失的那些事 就是 耶稣是会 看一看我们的 天主 很爱我们 把他爱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 但是当时 他的心 关掉那些事 就听不到 那这些事 对比 那些事 我们平时的自己 搞不定的事 就会说 我那天搞不定 我不得了 也不得了 这些事 这是我的故事 因为 我家里有事 我不得了 那耶稣那些事 是做的什么 是自己很不够的事 但是他用他的爱的难够 还有空去看一看 他 是一个爱的难够 还有空去照顾其他人 他的爱是 克服了一个痛 所以被我们学习 就是说 如果整天都挂住自己 那些事 我们何时都 自己的恨难 你何时都有 不得了 你何时都不得了 你永远都介绍不到 但是 当他有爱那些事 他反而关心 人 关心他爱 就是说 美拉托是掛住自己的一些东西 所以他就要努力 要他定义出去 但他是不是想拼不住十字塔上 不是 美拉托是完全不想拼不住十字塔 他说他找不到他 他说他找不到他 应死的罪状 后来就改口 我找不到他 应死的罪状 就是这一步步 他头头就找不到罪状 他说他没有罪状 就应该 不如罪到我 但后来就说 找不到他应死的罪状 就是他在一步步 我们平时 每一步步 都是一步步 找不到他应死的罪状 就是想见了 就想见了 应死的罪状 所以在节目上 可以看他 这一步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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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 上身 有胸 肚 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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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 都在变形 没有地方不换 全身 一画画都能看到 背后 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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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 腿 背部 前腿 后腿 后腿 全身 都在变形 这对于一个 钉十字架 是一个不正常的事 不正常的事 是因为 法律 圣经来说 就偏偏来说 因为彼拉多不想 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就将他鞭打 而且 因为 而且 群众这么吵 就要特意鞭打得重一点 原意是什么 是因为鞭打得很重 见到耶稣 那年的药 所以说 看看这个人 就希望 不用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 打完之后 仍然 都是要去十字架上 所以 将他先行鞭打得很重 我怎么知道 因为 因为耶稣 在十字架上 很短时间 就死了 很短时间就死了 但有三个小时 十字架本身 不是一个要害的地方 如果我一枪打牙在身上 就会死 但是如果我钉在手上 是很痛 但是不是会死 因为不是要害 钉的手 不是要害 是不会死的 所以 钉在十字架 是延长过去死 就是说 让你慢慢痛 又不让你死 这个原意 是一个很残忍的方法 所谓虐待人 虐待人 虐待人的事情 就是这样 现在在法庭上 这个虐待 已经是变成一件不合法的事 就算是一个死仇 也不会虐待他 如果你要死 可能会被电影很快死 现在就打针了 很快死 而是不可以虐待他 但是当时 这个十字架 是虐待很长时间 虐待的事 所以我们知道 钉十字架 是很久才会死的 为什么知道呢 因为彼拉多很奇怪 彼拉多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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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远撒仪 彼拉多就灿死了 彼拉多亭 没有那么快就写Denson之下 可能以前是等一整天要死的 因为你突然说要出事了 所以从这里说我们已经知道了 打得很重 是全身都打 当耶稣可以做Denson之下 写Denson之下已经够惨了 但是隔前面加多了 那边被人打 再加上去哪里打 这里反映到耶稣愿意受我们一切的痛苦 不只是一样 是很多一样 就是我们所想到的痛苦差不多是齐了 全身痛 如果说痛 身痛 你哪里痛 手痛 脚痛 他全身什么痛都试过了 他就这么安爱 什么的痛 全部都受伤 当时我是真的想不到的 而这个痛也是一个疲毒的痛 所以脸部上有一个特征 就是画的 是一个裸体的尸体 裸体的尸体 因为有些人说它是假墓 还是画的 有些人说是十三世纪的尸体 是偽造品 但是偽造品 会不会有人说它是裸体的尸体 今天就什么人都画了 但是它裸体的尸体尸体是画的 不只是全身尸体 连电部也尸体 是完全那个无辱道理 是连电部也尸体了 是一个 这里好像看见到现在的罪悟 最严重的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是什么最严重的 不过是画地马圣母 演电的那段事 是在1001年前 画地马圣公 其中一个预言 就是说 很多人下的肉是什么的尸体 是肉体的尸体 是勇体的准备 当时讲到有三样 一个就是很多人犯落地的原因 不是勇体的准备 是勇体的准备 第二有很多婚姻是天主不原 这就发生了 婚姻当时不是因为要找一个人 而不是天主教徒 他有没有信用 而是任何人就找 可能他有钱就找他 那找完之后 原来不是真的购买 所以就是婚姻 不是一个真的婚姻 就是完全没有考虑 我是否可以和他一同走一个说明的路程 包括天主教徒 都不会这么考虑 完成之后就知道很多事发生 第三就是不道德的事状 不端庄的事状 将会流行 这三年都已经变成了 这是所谓肉体的准备 现在肉体的准备很严重 连网上也看到 所以看到耶稣是全身邪落 连电波也要邪落 这样的慕容 在这么大的慕容之下 去受悟 去完全愿意接受罪悟的后果 人对他的痛恶 对他的憎恨 对他的忠恨 对他的忠恨 他是用自己的身体给出力 将他身体为人而牺牲 而牺牲 这边 其实很久以前 因为已经研究了很多年 当时的牺牲 已经看到 那边的距离 是有几种不同的边 几种边 例如认识大小 其中一个就是 他每个边 那边的壁有两个硬物 这两个硬物 就会脱离开 认识距离 就会知道有不同的边 因为每块边 那两个地方不同 而且是有两种不同 即有几种边 而且是两个方向打 两个方向 即是说 一个用左边打 一个右边打 即是 我认识一个是用左手 一个是用右手 即是当时 如果一看基督府南部的电影 就是 因为你打完那边 一个边打他之后 他还说到 一个人高一点 一个低一点 一个低一点 因为他高低的时候 打那边是不高的 即是你打那时 就要收回那边 才能再带地下 打那两个人打 所以当这个边收边的时候 第二个边就打下去 当第二个边收边的时候 这个边就打下去 是不停地打下去 你休息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就是稍微过分 大事 是全身都打散 即是说 耶稣受了所 是人的仇恨 他完全是受了 完全没有可以接受的 这个是报道 大约数到370个伤痕 到现在数到370个伤痕 但根本数不到 因为那块报道就是前后 所以他们估计是大约百传 这个是有伤痕的地方 所以这些是最小的数据 所以这个是最小的数据 所以这是最小的数据 这个和食体的关系 我这里不讲 因為剛才已經說過了 第三個就是次官 次官又是甚至搞一個很奇怪的事 又變得多了 所以這塊臉部變硬會不會是耶穌的其中一個原因 我們不要理會是不是 另一個就是次官 次官因為前面那裡 次官就是看到前面的問頭 有雙痕 這個雙痕是有兩種雙痕 即是由法醫去看 有動物和靜脈的地方 我們通常有見過這個動物和靜脈 它流出來的圈 我們自己就不會看 但如果從法醫去看 它是看得出當時是刺穿了動物 又是刺穿了靜脈 即是那個雙痕是流出來的圈 流的方法是不同的 這個就在顫頭上 然後再看的是背後 即是這個是背後 背後就看到原來不是佔是一個圈 而是頭頂 頭頂都是一個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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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但是有一個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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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這個跟我們的傳統有很多不同 不同的原因是因為這件事發生之後 教會就馬上受到迫害 一直迫害到第三世紀 歸於天主教的位置才可以合法 全部都是致命的 所以有300年那個字是沒有了 完全看不到 所以人們後來就用了惡觀 但如果在臉部上看 整個這樣看下去 而其中有一根刺 我在書上看到 其中有一根刺是特別長的 如果看過臉就說 長到在顏頭那裡進去 而在眼附近那裡突出 是入到這麼深的 這個就會看到 人們以為自己可以做一個好人 我相信教會的謙卑 是誰最好的教導 其實如果問人有一根刺是好的人 即是如果有很多人 就算他們來教託不同的法律 有一根刺是好的人 但很多時候你以為自己是好的人 但當你以為自己是好的人 當你以為自己是好的人的時候 就會留意了很多其他人 就會離開了那個城市 如果要舉一個例子 我都願意用自己去做一個不好的經驗 而且是我犯罪的經驗 我也願意去舉一個例子 那時候 當時去教託的時候 當時去教託的時候 我當時要走大兩小時 去一間教堂 去一間教堂 去完之後就不想再去 去到那時候 沒有人接過 沒有人來我 而且整間教堂都是白人 那是一個不是白人 是真的很簡單的 那我以後就不想再去 那不想再去 但是 是不是順便就順便順 我當然順便順 因為我自身就是順便順 我是從來沒有想過 我自己會離開隔壁 但當時 這樣的環境 我就離開了 我深信我自己 可以自己 對著那些情緒 我深信我自己 可以看勝敵 不用再去教託 還有我亦都想 讀書拜託的畢業 當時我是星期日 都拿來讀書 其實都是想做好的 但這段時間 當我一載以後 當我回顧自己 三年一生的生活 是自己走下坡 是一些以前 完全不會做避開的事 居然不會再離開 是慢慢 是跌了 當我真的知道了之後 我回到教會的原因 就是因為當時 我一個女兒出生 我大大的女兒出生的時候 而整個社會的倫理道德都沒有 只有教人拜的 我自己在香港 是天主教學出生的 是長大的 我知道 只有天主教學後 才能夠教到 一個小孩子 因為我自己 是一個小孩子 所以我肯定 只有天主教學 才能夠教到我的女兒 所以我決定 我女兒去認識 如果決定我女兒去認識的事 當時 我就是大分天主教學 所以 有幾年 是離開在教會 我從來 事實從來 未想過 我從小 做過很多 很多教會 做復活 很多 見過很多人離開教會 我都說 我不會離開 但我居然 我自己 開除 所以當我才回來的時候 是一份很親身的理念 真的體驗到 我是完全沒有能力 我是完全軟弱的 我是需要靠人數 靠性事的主要 因為那三年 那幾年 我是沒有了性事 不去理會 報性提報告 什麼都沒有 完全沒有了性事 我們性事那時候 雖然難看不到我 看不到我 大概是一身寵 是一身寵 這個次觀 就是 人 以為自己 那個驕傲 不是以為我自己好 很殺人 不只是這樣 好像我來說 以為我 不需要去教訓 不需要去領小事 因為我不喜歡那些人 那些白人 採也不採我 他們的教官 那些問題都沒有我回答 但是 就是因為這樣 我就不喜歡那些教授 我就不可以做 損失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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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看到 就是那個背十字架 那個背十字架 這個就是那個背部 背部 背部 這個背部 你看到 整個背部都是雙痕 來的 是一個很粗粗的木 那個木頭也是很滑的 不是一張桌子 因為如果一塊木很粗的 你摸下去 你手會擦到 它 是一個很粗 然後很重的木 壓下去 這個從傳統也不同 但其實中國人看得明白 是整個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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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不是用背部 是整個背部 是整個背部 我們中國看過以前的 那種背部 就是這樣背部 那種背部 是打橫背部 所以中國人看得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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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民族 是看不明白 他們就不會這樣 可以這樣打橫背部 所以他們就說 會不會是 其實擺紙棍 會不會是手綁住 其實我們就什麼都不用 根本就是這樣背部 這個背十字架裡面 有很多默奢 但已經時間不多了 所以我要跳過去 就到了 那種背部 那種背部 那種背部就斷了 有些人問 其實也不是身上骨 又說身上骨 一根一根骨都不會斷 其實那個斷的地方 那個臍斷 是軟骨斷了 即是不是那骨 那臍斷了 那臍斷了 那個原因就很簡單 就是到跌的時候 保護不了自己 因為你背着了這個頭子 或身手 托着那種手 托着那種背部 跟肌頭搭著 所以跌的時候 通常跌的時候 通常是傷雙手 因為雙手會保護摩身體 就不要被面撞到 所以跌完之後就算跌斷骨 也要保護著面 耶穌連那樣都沒有 所以跌的時候 很可能就是鑑鼻撞到石頭 所以才是鑑鼻撞到 除了鼻子之外 就是雙腳的膝頭 膝頭相得很重 所以拜苦老師說 耶穌跌倒一次兩至三次 你跌倒 首先跌倒而起反身 就是給我們人一個很大的鼓勵 我們每一次跌倒的時候 是可以跌分身的 耶穌連這樣也能站起身 我們跌倒 無論身邊有什麼環境 是可以跌倒的 是可以跌倒的 所以它跌倒幾次 而跌倒在膝頭那裡 就以膝頭和鼻那裡 那個臉部的位置 有一個泥土 而這個泥土 是與耶路撒冷的泥土相似的 不是一定肯定 但是是相似的 其中一個證據 再加上 有些所謂石灰 石灰 那塊布大衣有些石灰 為什麼有些石灰 你把那塊布放在下面的石灰 放在哪裡 放在石灰的地方 因為當時是一個石的洞 看回耶路撒冷的那些墳墓 很多地方的墳墓 是有些石灰的難度 拿來運作 這個石灰 和當地的石灰 也是溫暗的 回到最後就是一十字架 即是他什麼苦難都齊全 我們什麼痛都齊全 那那個 即是不要說那個 即是夠爽點解釋一下 但是 但是 他給了我們很大力量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有病有什麼的詞 都很痛 會自己起不了身 但是什麼痛都受過了 所以當我們有痛苦的時候 看到耶穌 是很容易知道 是很體驗到 因為他愛我自己的耶穌 那我還沒 還有那個痛苦 我今天來之前 當時弟弟叫我來 我第一樣說到 為什麼 我覺得自己很不對 很不配去講那個苦難 為什麼那個苦難 因為很多人 那個苦難給我很多很多 是真的有苦難的人去講 才是堪當苦講 那我的苦難好像不是那麼多 那其實 我是 是 我覺得自己是 不是 很狠狠 去講那個苦難的 但是 另一方面 有沒有苦難 是有的 是經過苦難的 但是有苦難的時候 我發覺每一次苦難的時候 不是那麼苦 不是那麼苦 意思是說 有了信仰的時候 是有了力量的 我經過好幾次 是生命很痛苦的時候 但是很快 看到耶穌的苦難之後 自己的力量就會來 那個痛苦好像沒有了痛苦 那樣 因為耶穌當時 他在這段時間的痛苦 是怎樣 他是擁抱那個十字架 在基督虎難那裡 人家帶了十字架 他怎樣 總要射掉十字架 人家就照他鎖 他是很渴望去十字架 為了愛人 所以 所以 其實 生命裡是試過有痛苦的 但是 看到耶穌的痛苦 那份愛的那種事 就自然那種痛苦 是黑熊的 那 看回十字架 這個手 就是掂的手和腳 傳統的那種事 我們就掂在這個 但其實在一百多年 在基督生年講過 不是掂在手上 因為掂在手上 然後整個動詞 扯開了 身體就掉下去了 唯一可以不掉下來 那個地方 就是掂在手上 因為掂在手上 因為掂在手上 那個骨骨 垃圾了 就可以支持到身體重量 所以 如果你看看這個手 就有兩個特點 第一 就是手指很長 是不是手指很長 一般手指畫上 就是畫不斷畫下 已經不會畫到這麼長 那為甚麼這麼長 呢 對於 原來是他連手掌骨 那些骨都畫上 就是這個手指 但是你跟著手掌 他的手指好像很長 只會好像一個X缸 X缸 是燒出來的 連骨也照 那個也是一個間接的証據 當時看出了一個很強的肛 像一個X肛一樣 印了進去 很快 所以連骨也看得到 不是全部都是骨 也看得到 例如腳厚 也看得到骨 第二樣子就是 這個釘痕 你遮掩都是受影 因為第二句 手遮掩住了 也看不到 那釘痕的確是受影 手腕度會怎樣呢 那釘痕的確是 你數到哪隻手指 多少隻 四隻 那畫家畫畫 會不會畫四隻手指 不會的 為何只有四隻手指 因為那個手腕 是神經集中的地方 那手腕不是那種手腕 而是那兩個骨 就是剛剛那個洞 那邊的地方 是整隻手指 神經罩最集中的地方 你釘在那裡 那裡是痛到很難跳的 因為所有神經集中在那裡 所以痛到 那隻手指就亂了 所以這裏是知道釘手腕的原因 是因為痛到手指空虎 刮刮 他會霧出來 因為那裏是痛到手指骨 刮刮 這張是不好的 這是他們做一個破綿痕的 但這隻手比較大 但才會看得到清楚 的確是好痛的地方 當然是釘手腕 在我剛才那本書那裏 看到 《四愛之道》那本書 是因為神經的修女所看到 他不是看法院部 是看見耶穌 是看見耶穌 把他和虎腕 讓他看到 他一看到耶穌的樣子 我心很同情 看到他的臉 身上的傷痕 還有身上的傷痕 那些肉 有幾個地方是沒有了一塊肉 整塊肉沒有了 因為不只是那塊肉 拉出去 連整塊肉都掉出來 有幾個地方 有些地方 怕肉掉到一半 又沒有掉出來 他說看到耶穌 看見耶穌開著 令自己很傷心 難過 而這句最難過是什麼 是耶穌那隻手 連抹面都抹不到 手是固定了 是不能動的 手腳不能動的 我們幾痛的時候 都還可以用一隻手來抹一下 但是連抹都抹不到 那裡是和人的 那個罪惡是一個對比 因為罪惡是什麼呢 就是 枉用了天主理為人 天主理為人 天主理為自由 是做一些更好的事 是有自由去愛 不愛 而選擇去愛 老了也都愛 老了也都愛 病了也都愛 到對方老人千萬 仍然愛 那是完全是自由的愛 這是一個最高尚的愛 天主給我自由 但是人們把我自由 自由拿來做不定 拿來犯罪 對天主有自由來犯罪 是對天主有一個很大的保隆 因為自由是天主性來的 天主性的一部分 最真偉的就是有一個自由 讓我們可以更加成成 更加做一個很有價值的人 分到天主性來 而我們竟然把這份自由來犯罪 是對天主性的一個 簡直是一個保隆 那你想一下 如果 我試一下舉個例子 香港很多時候要蓋房子 蓋房子 就請人們去派傳單 派傳單 派到很多的集成街都是 你想不接到 都不會 他這條街隔壁 很多人都沒有興趣 硬要給他 那些人不接都不行 就收了他之後 就把他扔垃圾桶 那些人收了 那些人收了之後就扔垃圾桶 但是有些人 就不馬上扔垃圾桶 因為那些人都是賺錢 即是派傳也是賺錢 他不馬上扔垃圾桶 他下角幾個街隔壁 離開了才扔垃圾桶 是扔垃圾桶 是不看的 你硬要我收我收 但是我不當免扔 是對人的尊重 因為那個人 他做賺錢 他做賺錢 做什麼都好 畫傳也要派 都是為了兩冊 你都不要當著他面對 人們把天主自由給了我們 而我們 是將來自由 把一個天主性 分向天主性 竟然把他們犯罪 耶穌用了什麼盆帽 就是連自由都沒有 他死了的時候 連手都不能動 我們自由都是犯罪 也要用手去犯罪 耶穌連手也不能動 連自由都沒有 他如果我們用自由去犯罪 我剛才說過 想 如果有時間靜 其實我跳過了 回到時間 那個歌的整體 可能我就回到另外一張